马华公会早前议定冻结 柔佛奔真 区会主席拿督郑修强党籍5年 14天的上诉期限在今天截止 郑修强下午通过面子书直播 对外宣布放弃上诉 即日起退出马华 郑修强认为目前内部的局势是有理说不清 就连纪律委员会的决定和建议都可以被改变 所以即使他再上诉结果也可想而知 为了避免党陷入混乱的局面 我正式宣布决日起退出马华公会 这也可以完成总会长最大以及最后的心愿 希望总会长不要把在马华对护党同志的文化 带到交通部 郑修强表示他向来是有话直说 可惜总会长拿督斯里·魏家祥并不允许党内出现不同的声音 他促请职长交通部的魏家祥妥善处理电照车问题 而不是采取是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手段 对于这些年来对党的忠诚和服务选民的表现 他交由外界来判断 这名普莱士巴当前周议员也敦促魏家祥 效仿前总会长丹斯里·李三春的气魄 不齐勇气在夏季大选到非华裔选区竞争 以提高马华上下的士气 维护党的尊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